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是月底,最後一天了 10月31號 然後呢,還是有很多朋友會問 奶爸你那個網路行銷懶人包怎麼買? 嗯,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在那個手機板底下我的選單已經弄好了 所以你們直接點那個選單其實就可以看到了 不過沒有關係 因為今天是最後一天 所以我直接在錄一個影片 那這個影片呢 你在這個用手機直接看 看你的LINE就會看到我的影片 那這個影片是群發的方式 所以大家都會收到 那為什麼我說今天最後一天呢? 第一個是懶人包 今天是最後一天用這個優惠的價格 那第二個是我的LINE AT每個月1888的方案 我用到今天最後一天 我下個月開始我要回到798的方案 所以呢,下個月開始 我就沒有辦法再發送群發的影片給你看了 所以 今天最後一天我再錄一次一個影片 然後呢,我群發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我的影片 直接在你的LINE 在LINE的畫面裡面就可以看到我的影片 然後這個影片呢 還沒有點擊的時候它就會動 可是沒有聲音 那你點擊之後呢 它就會 跳出一個單獨的頁面來 然後它就會動 那右上角呢 會有個按鈕 就是去購買的按鈕 然後你看完之後如果覺得說 OK今天這個影片已經解決掉你很多的問題 那你就可以按直接購買 那如果你覺得還有問題的話沒關係 你就在最底下的左邊 我有寫著 按左邊可以跟我的私訊聯絡 所以你就可以按左邊 然後就可以寫訊息給我 或者是你要錄語音給我也OK 好不好 好 那我在這邊呢 再主要跟大家講一下 網路行銷欄人包到底會買到什麼東西 就是你加入到我們的終身會員 你會得到什麼好處 第一個呢 就是 我們會有一個LINE的 線上課程的終身免費 續約 而且終身持續更新 當然這個終身是我的終身 就是我以後 那個那個死掉了 你就看不到了 這個是我的終身 不是你的終身好嗎 所以只要我活著 我眼睛正常 我的手腳正常 我的腦袋正常 沒有老人失智的時候 基本上我看清楚 我就會做這個終身服務 那 網路行銷欄人包的這一個課程 我在底下有留網址 你如果到我的網路行銷欄人包的官方網站看到的話呢 在上面的選單有個第二個選單叫做 懶人包系列課程 這一頁底下的所有課程 全部都是懶人包終身會員可以看到的 而且之後呢 這些也是持續更新的 那如果因為課程越來越多是太多了 不曉得已經有幾百個影片了 當然因為 網路工具太多 那如果你發現到 哪一個影片是現在過時了 畫面不太對 你跟我講 那我就會再去更新 因為這太多我沒有辦法每天去看哪一個已經變了 因為變的速度實在是太快 那反正 在這個群組裡面呢 有問題 就是在我們LINE的群組提出來 那有需要更新的我就會去更新 那我們提供的第二個就是剛剛講的 LINE的群組隨時提問 我們就會隨時去回答 只要我醒著的話 OK LINE用來回答是很方便的 就是我可以去截圖把你有問題的圖 你可以去截圖 丟上來 我也可以去截圖丟回去 讓你馬上 用圖就可以解決掉你的問題 有問題的地方你就把它框起來丟過來 我們一看就知道出什麼問題 好這樣就可以解決你卡住的問題 這就是第二個服務 就是在LINE的群組 隨時提問 隨時解答 第三個呢 就是我們每個月有一堂實體課 那如果你願意到台北或者到桃園來的話呢 我們每個月 第三個禮拜六晚上 三個小時六點到九點 我們會有一個實體的課程 就是你可以來這邊聚會 可以來這邊討論事情 我們會在這邊上課 那這個課程呢 就是會 輪流 一個cycle 循環 輪流 這個 譬如說 怎麼架設網站 怎麼在臉書上打廣告 怎麼去撰寫文案 怎麼去編輯影片 怎麼在YouTube做行銷 等等 這些我們網路行銷擺能包裡面的課程 我們就會在這邊循環 所以呢 三大權利就是 第一個啊 這頁網路行銷擺能包系列課程 全部這頁你都可以看 第二個就是剛剛講的LINE的群組 你隨時都在裏面 在群組裏面提問 但是不要一對一私訊問我 一對一私訊問我 要收的是 一對一的費用 一對一的收八手教練費用 是不一樣的 通常我也不太收這種 學員 因為 太累了 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坦白講 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一對一 那當然這種 一對一的學員呢 就是 你要電話或是 LINE一對一聯絡的話 一對一的學員是20萬以上 但是如果是 在我們群組裏面的呢 在群組裏面提問的呢就是我現在的特價 報名的10個人裡面 你就趕快搶先報 就可以 就可以在群組裏面提問 那當然如果你有些私密的 像是你怕 一些東西曝光或者是 帳號密碼等等的東西 你可以私訊私LINE問我 這是OK的 但是不要什麼問題都私LINE 這樣我會解決不完大家的問題 OK 這個就是我們價格有辦法壓低 終身服務 而且有辦法壓低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可以大量的去服務 我們的學員 OK 現在已經超過500多個人了 所以 我會定這個價格 而且這樣的服務 非常超值 OK CP值算最高的啦 然後呢 這三種服務 剛剛講到第三種是 每個月一堂實體課程是300塊 300塊的場地費就可以了 也是終身的 就是我們 每個月持續辦 已經辦三年了 所以之後每個月再辦 也許後面10年你都不用再繳費 只要300塊場地費 如果你願意到實體課來的話 OK 那通常呢 來實體課根據這三年的經驗來實體課的人大概一堂 不會超過10個人 為什麼 因為通常99%的問題我們在LINE的群組裡面就已經幫你解答完畢了 OK 好 所以大部分人不會來上實體的課程 那當然你要來 我們也OK 歡迎 好不好 第一個問題 有人說 銀行信用卡額度不夠怎麼辦 好 第一個就是打電話去跟銀行調高額度 OK 有幾天的時間 那我可以等你 沒關係 你私訊要跟我 先跟我講 我才能夠保留這個名額 那第二個呢 就是 刷卡的人和學員的名字 不一定要相同 所以你拿你的 女朋友的卡 你男朋友的卡 你老公的卡 你老婆的卡 都可以 報名的名字 跟你刷卡的人 可以不用 一樣 OK 第三個就是如果你有兩張不同額度的卡 也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譬如說 第一張卡可能刷 假設是刷3萬 第二張卡假設刷6萬 我說假設 那你加起來 金額是兜得起的也OK 好不好 因為我每期的價格都不一樣 我們 我們價格是之後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就學員一定知道 所以我現在沒有辦法直接跟你講 目前多少錢 你自己去看 後面的報價 好不好 因為我這個影片以後還可以用 我現在把價格講死了 後面的人會搞不清楚 我價格到底是多少 OK 第三個問題就是 有沒有滿意的退款保證 有 7天之內你如果不滿意 你覺得這個課程你都看不懂 你問問題我都不回答 OK 7天之內你覺得不滿意 你馬上跟我講 你要退 好 我就直接退 不會問你任何理由 好不好 第四個就是刷卡分期需要支付利息嗎 不用 就是你 比如說 假設是10萬塊好了 我說假設 假設是10萬塊 你刷卡就是刷30期 那就是10萬 OK 但是 如果你願意一次刷的話 或者是你用 銀行匯款的話 你去看後面的標價 會有優惠給你 好不好 因為公平嘛 對不對 第五 上完課我也能夠做出老師這種品質的影片 和剪接技巧嗎 是的 我們裡面有教單眼相機的錄影 還有 Centesia 9的軟體剪輯功能 你現在看到我的這個是單眼相機 但是你能不能拍出這麼漂亮的畫面 那取決於你願不願意跟我買一樣昂貴的相機 OK 相機有3萬的 有2萬 有1萬的 有10萬的 你要買哪種 我目前這組相機加起來大概 大概 大概8、9、10萬 大概10萬吧 這一組 你加入學員的話 我就告訴你 我這一組是什麼型號 好不好 還有什麼鏡頭 好不好 然後 中生第六個 中生學員就一定能夠在那群組裡面互動發問嗎 是的 我們的懶人包學員在2015年開始 學長學姐一直在裡面 目前分了三個群 一個進階群 一個出階群 一個右右班群 為什麼要分群 並不是教的內容不一樣 教的內容都在我們的網頁裡面 而這個群組呢 是因為 有些朋友 有些同學 他不好意思發問 所以呢 我是根據電腦的等級來分配的 假設你覺得你說我是電腦白痴 我每次問的問題都很白痴 我不敢問問題 那我會幫你分配到右右班 右右班都是電腦白痴 好嗎 你一剛開始加入你一定是在右右班 如果你覺得右右班問的問題都好膚淺喔 你可以私訊告訴我 我會幫你調到初階班 或者是調到進階班 那邊就很安靜 不太會有人問問題 因為那邊的人都已經 第七題就是 當我很認真學習完畢後 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第一個 你可以做到你目前看到的這個網站 我的網路型號懶人包的網站 全部都是用webally做的 也就是我教你們的工具 那第二個就是 你可以了解 SEO的設定 讓網站比較容易被客戶搜尋到 SEO有關鍵自由 有meta description 描述 還有那個 keyword OK這些東西你都可以去設定 那我們在webally裡面都有教這個東西 第3個你可以學會如何製作名單收集頁 OK好名單收集頁在網路上去收集 陌生客戶的精準名單 第4個你可以學會如何在Facebook去打廣告 找到精準的客戶 第5個你可以學會如何透過Light at 群發給粉絲相關的訊息 第6個你可以學會如何透過Email自動更進系統 去群發給每一個粉絲 第7個你可以學會如何透過線上收款系統 讓客戶刷卡付費跟你買東西 就像你現在刷卡跟我 報名這個終生會員的課程是 一樣的意思 OK你都可以學會 第8個問題 上課會用的網路工具軟體需要多少費用 第1 Contestia 9 這個影片剪輯軟體和桌面錄影軟體加起來 是美金199塊 當然他有試用版30天 第2 Webally的 你不要再問我破解版了好不好 破解版Google有你自己去找 你不要問我好不好 Google有 我跟你講有好不好 但是不要叫我教你好不好 第2 Webally的架網站平台每年的租金 Pro版是大概3000塊台幣 商業版大概9000多塊台幣 商業版就是我現在目前在用這個版本 就是可以 有無限多個會員加入你的網站 只要一個會員付你一個會費 你收無限多個會員你的會費就可以有很多 就是我現在用的這種商業版的網站 這個是每年要9000多塊 而且他有https 加密的網頁 https 為什麼https 我的學員應該都聽過吧 https就是比較容易被搜尋情找到 OK 現在 Google很重視有沒有加密的網站 https的網站就是有SSL的網站 OK 應該有聽過吧 好 第三個 Lineat生活圈每個月要支付798塊的台幣 你就可以群發給2萬個好友 當然你之前要 有收集好友 然後呢 可以發幾則沒有限制 好 那每個月798 第四個電子報系統呢 每個月15塊美金 在1000個名單以內 超過1000個名單的話就變成每個月 25塊美金以上 那目前Lineat是算最便宜啦 因為798塊就可以發給2萬個人 比email便宜太多了 好 所以自己去取捨吧 第五個 Vimeo的影片鎖碼功能 每年大概3000多塊 假設 你不希望你的影片 被人家很容易的知道那個link 連結在哪裡 那你可以去租用Vimeo的系統 就像你看到我的課程一樣 那這個Vimeo系統就是每年 每年大概3000多塊 好 你發YouTube當然不可能 你發YouTube一定是會被人家 知道那個連結 連結分享出去 你就 付費的影片就被看到了 好 上面這些軟體都是我自己使用的軟體 但是我沒有人買 那 教學課程裡面告訴你 去官方網站買 就這樣 第九題 我沒產品想要先推廣通路網 或者是聯盟網的產品 那這個課程可以學到嗎 懶人包的課程主要是針對所有 行銷方式會用到的工具 做實戰應用的操作說明 沒有限制你要行銷什麼產品 當然也沒有限制你 要去用哪一家的推廣 都可以好不好 都可以 但是 我裡面並沒有針對通路網的 細部的操作教學 因為那個 通路網跟聯盟網他們的網站 本身就有做這些教學 那我本身也不會很建議你去推廣通路網或聯盟網的東西 我不會很建議 因為 我一直在講你要做長久 就是要打品牌 你打公司品牌也好 打個人品牌更好 但是你去推廣聯盟 聯盟網或通路網的東西 對你來講是完全沒有品牌的 你在消費者心目中你不會去累積品牌忠誠度的 所以對你的以後 沒有好處 所以我不會很建議 OK 但是呢 你學到的這些名單收集業或銷售的技巧 你當然可以用在通路網 聯盟網 等等網站 好嗎 第10題 終身懶人包的影片 如果陸續有新增的影片 這樣舊的會員 一樣能夠免費觀看嗎 沒錯 所以才叫做 終身會員 只要有更新你都可以觀看 但是有一個 淡書 就是 除了網路行用懶人包之外的課程 你仍然是需要付費的 因為那個課程跟懶人包裡面的系統 比較沒有關係 譬如說我懶人包裡面交的 Wibley 可是我的 另外一個課程 Option的選購課程可能有leapage leapage跟webally是 是比較雷同類似的東西但是他 比較貴 那 如果你真的要那個課程的話你再另外買 我也賣得很便宜 針對我們的學員的話我也賣得很便宜 但是我不希望把它擺到懶人包裡面 因為那個東西一點都不懶 那個東西比較困難 所以懶人包裡面的東西都是 比較簡單的 因為我就是想要推廣給 初學者 網路行銷的初學者或是電腦程度 比較差一點點的同學 所以那個東西 我不想把它放在那個 放我們懶人包裡面 還有就是 XSplit的直播軟體 那個也是算比較進階的軟體 那個我會把它擺在外面 另外還有一個我目前的課程叫做 流奶爸說故事 流奶爸的啦迪賽 流奶爸說故事 這個說故事是純粹我的 人生經驗分享 價值觀的分享 和我的行銷課程 網路行銷懶人包課程是沒有關係的 可是它賣得很便宜 你就把它當作是在 看故事書 看小說 所以這個也不是網路行銷懶人包裡面的課程 沒有關係的 好 其他網路行銷懶人包 就是我剛講的那一頁的課程 你都可以 持續看 沒有續約的問題 每年都是可以持續看的 OK 好第11題 沒有產品 學完這堂課程 往後能有什麼辦法找出自己的資訊產品嗎 好 我的回答是這樣子 懶人包的課程相當多 你可以詳細看一下 課程的目錄 例如 架設網站 Lite8行銷 拍攝影片 剪輯 美工 製作銷售業 名單收集業 臉書打廣告 YouTube 影片行銷等等 如果你要接案 這些項目都是目前中小企業最缺乏代操手的項目 你可以挑選你適合的 你喜歡的 那一個項目去深入的研究 以後案子會保證你接到手軟 譬如說你要剪接影片 現在很缺這種人手啊 你可以去幫人家剪接啊 所以你學會網路行銷包的這些專業知識之後 你可以去接案 你可以去幫人家投廣告 我們學員已經有人在幫人家投廣告啦 我現在有人要委託我 我也是丟給學員去 Pass給他 我也不想接啊 學員有這個才能 我就給他去接嘛 所以 你如果 願意學這些東西 你將來就可以去接案 有很多 比如like at 代操 你也可以去代操嘛 你也可以去幫忙人家拍影片嘛 幫人家剪影片嘛 幫人家製作銷售業嘛 幫人家製作名單收集業嘛 對不對 好 重點是 你到底有沒有認真學 你如果沒有認真學 你有這個能力去接案嗎 好 OK 這個問題留給你自己 去想 那如果你不想接案 那你就去找出你有興趣的項目 例如 譬如說你去書店找到你喜歡的書 你去學習人家怎麼樣排版 學習人家怎麼樣寫書 然後呢 你去結合自己的專長 然後你去把它做成線上 影片課程 跟我一樣 你就能夠在網絡上販售 當然你有一段前置期 前置期就是 你要花時間做好這些作品 然後你要寫好銷售文案頁呀 讓人家知道你錄的影片 到底有什麼樣的教學價值 人家為什麼要學你的東西 你要把這文案寫好嘛 對不對 文案的公式我們裡面也有教嘛 你就找到公式去做就好了 好啦 第12題 能不能打電話給你到你的公司詢問 懶人包線上課程不提供電話資源 或是道府服務 但是你可以在LINE群組裡面隨時提問 劉男爸有問必答 這是我的工作態度 也累積了大量的正面評價 好口碑 如果你不相信 表示你還不夠認識我 我請你去打聽一下 然後請以後再加入會員就可以了 如果你現在還不相信我 你以後再加入就可以了 當然以後價格會比較高 就好像以前加入的同學都享受到比較低價的 加入的價格 但是服務是一樣的 以後買就是越貴 而且呢 我們每個月都舉辦一次實體課程 當你可以只花300塊的場地費就能夠來參加 而且不限制次數 剛講過了嘛 這個就是懶人包終身的權益 那如果你很急 你一定要來一對一見面的話 你就要依照我每個小時 一萬塊的顧問費用 那懶人包的學員是半價 就是5000塊 這樣就可以做一對一諮詢了 那不提供電話服務的原因是因為LINE能夠傳圖檔 還有留言 還有語音 或是打字 但是呢 電話只能夠佔用我的手 和我的耳朵 所以 所以我什麼事都不能做 只能跟你講電話 你了解我意思吧 而且呢 我只能夠為你一個人服務 其他同學 我就只能夠把他們晾在那邊 所以我不接電話 另外方面呢 因為我們有自己的家庭生活 我覺得我們活在世界上重要的是生活 而不是工作 工作只是為了讓生活過得更有品質 如果你不能夠同意我的價值觀 請不要報名 好嗎 OK 這就是 最多人問到的12個問題 底下這頁也有 流奶爸到底是誰 你可以點擊這邊去看 看我的這一頁嘛 你都 你都沒有看 都不知道 不然去博客欄 你去搜尋流奶爸 你去 買我那兩本書 最便宜嘛 兩本書加起來不到600塊 你先去買書 看完 你再 你 你才會知道我到底在幹嘛 然後 如果你覺得 課程太貴 你就去買書就好了 當然書跟課程的服務和內容是 完全不一樣的嘛 可是至少如果你是初學者 至少你 兩本書對你來說幫助應該也蠻大了啦 好 大概就這樣子 這個就是今天 我要跟大家講的 那這個影片呢 我就把它存起來 以後呢 我就可以重複播放啦 OK 網路行為懶人包 我們期待再相見 拜拜 拜拜